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來問一下我們交通局 王局長 沒關係你先坐 交通局在我們業務報告中 有在267頁 有說到說 敬老愛心卡服務再升級 銀髮族樂出門 台中市原本就有台灣通和悠遊卡 兩種敬老愛心卡 今年起再開放一卡通工多元選擇 還推出快速零卡的服務 局長 你要說明一下 什麼是快速零卡的服務 報告議員 過去辦敬老愛心卡 要到這個民政系統去辦 辦的時間差不多都要一禮拜 我現在辦是這樣 就是 世大人去到要辦愛心卡的時候 他辦 當天等一下 就可以領到這張卡 他就不用再招兩天 不用一到兩週 對 現在是當天就知道 一到兩週 他說他就要再招一招 給他麻煩 現在當天再招一招 辦好就隨便 這可以幫你學路 啊 敬老愛心卡 是多一年開始發放 敬老愛心卡 九十四年九十五年左右 九十五年左右 對象是誰啦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還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 還有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老人 老人 台中市目前到一百零四年的失業值 共發放多少張 九十三萬 九十三萬 五千嘛 對對對 台灣通是原本台中管政府 最早發行的敬老卡 台灣通 對 是 共發放有多少張 十八 十幾萬張 十幾萬張 但是 柯長 剛才跟你說 有很多老人 給我歡迎 台灣通 如果去幾座西圖 或是去台北看孫 這樓下 有一千點的 點數就用完了 是 但是他想要加值 所以沒有辦法去超商加值 這是什麼 加值 一回事 台灣通 一千點如果結束了 他想要再去加值 他沒有辦法加 就沒有辦法去超商加值 這是什麼原因 教長你 好 給我回到這裡 台灣通因為他沒有通過金管會 的電子錢包 是 我們現在通過金管會電子錢包 就是悠遊卡 加一卡通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通因為他沒有通過金管會電子錢包 所以後續的功能比較少 可是你現在如果有台灣通 這個敬老愛心卡的 你拿來換一卡通 拿來換一卡通 現在一卡通是大銀 拿來換一卡通 我了解是不用相關費用 沒關係 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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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通年底通不通 十八萬張進老卡 何去何從 告訴你 我知道 發行台灣通的台灣智慧卡 公司已經在去年正式公告 台灣通去年七月停止新卡販售 將從今年起停止加值 是 到今年底就停止扣款 換句話說 台灣通已經打不過悠遊卡 到一卡通 是 年底就是要退場作費 是 不能再使用 也就是說 持有 近老愛心卡 台灣通的十八萬的老人 身心障礙四米五百分之 在我們起平五百分之七十七啊 啊一百零五年 一月一日起 就不能再用 台灣通 搭公車 搭公路 和 國道客運 我要問一下我們的交通局長 你有什麼配套措施啊 好 到今年年底 到今年年底 你如果拿台灣通的 愛心卡 近老愛心卡 拿來換一卡通 拿來換一卡通 免費 拿來換一卡通免費 對 直接換一卡通 一卡通沒要收費用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透過社會局的系統 這我本來也是要求的 但是我們局長就先說 是 這是不錯的來源 局長你有想想到 我要說的是說 台灣通雖然在今年底 要申請成為悠遊卡 但是這 這是台灣通 就是說能不能通過 是算台灣通的問題 是 對 但是說 就是像你說的台灣通 叫做金管會駁費 是 所以他就是準備要有 退場作廢的那個機制 但是 本時也要再建議一項 剛才你有說 台灣通 這個卡 如果去換的時候 他幾年 是啦 古年一早的台灣通 換這個悠遊卡 辦理公本費要80塊 對 但是我們局長 你剛才有說 這本來也是要拜託我們局長 第三程 現在悠遊卡 你來換卡可以免費 我現在悠遊卡 還沒有管理 還沒有管理 一卡通管理 現在一卡通管理就對了 一卡通管理 一卡通在台中的公共運輸 現在也都會通 一卡通要坐去 坐國關客運 要去 台北 這也都會通 這也都會通 因為 悠遊卡 還要收這條錢 可是一卡通到年底以前 他這個換卡都不用錢 沒收說本費就對了 都沒收 跟我們一卡通嘛 對對對 這樣局長 再給你問一下 本時再次建議 就是說 市長 本來是8公里免費 市長 他就是說 有證件 他說10公里免費 所以 本時是在強烈要求 就是說 7月份的時候 你可以連同 10公里免費公車 將18萬張的 台灣通 進老卡 全面換新 就是說那個系統 那是系統的問題 你就是要直接加進去 10萬公里免費這個系統嗎 現在就知道了 現在就知道 你就已經進去了嗎 沒有 那個 那個系統啊 那是 本來是8公里 所以你有蓋了嗎 不然我們現在 台東就是四卡通嘛 四卡就是悠遊卡 台灣通 一卡通 還有e-tag 不是 我告訴你 本來是8公里免費嘛 是 而且是要求 因為是10萬 10公里免費 10公里免費 不好意思 10公里免費 就是 你才有一定 系統怎麼蓋啊 現在還不能蓋啊 要上任一天 我把它蓋過來 這樣就沒有銜接啊 沒有 就上任一天 就蓋過來啊 上任是時候 不是上任 就是上路啦 上路 但是 7月8號啦 7月8號嘛 我們在系統上設定好時間 7月8號以後 是 8點1 8點2到10之前 也不會被扣到錢 從10公里以後 就會被扣到錢 就會被扣到 所以7月上路已經有 蓋了就對了 現在都整個在調整 調整 但是時間設定 就在7月8號那一天 所以確定是7月8號的 是 好 這樣這喔 教長 今天喔 非常幫你討論 我們江東局做到我們市長 推動的這個方案 接下來我們就告我們的 蔡雅琳蔡議員 局長 剛才張議員 所關心的齁 就是 你請坐 你請坐齁 我想 發送禁老愛心卡 是一樁美意 也是好事啊 但是其實現在 台中市民 對台中市 通不通 怎麼通 通通無啥啥 是卡在這個方面 譬如說局長你剛剛有講說 台灣通如果未來 他在年底 不通的話 未來 然後你說可以換一卡通 但是我們這個訊息 我覺得似乎沒有廣為周知 我認為交通局在這一個方面 我們的禁老愛心卡方面 如果說是台灣通所發行的禁老愛心卡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很明確的訊息 讓我們的市民 我們知道 台中到底怎麼通 台灣通 到底通不通 年底到底要如何通 我用聽通通通 真的聽到通通無啥啥 好 局長請你說明一下 因為這跟我說 悠遊卡他還要收八十塊 一卡通沒要收 這最近比較巧合 你用八十塊是他的 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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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清楚 我們跟我們說 以後我們的卡 台中最大的兩個卡 一個叫悠遊卡 這是台北的公司 一間叫一卡通 這是高雄的公司 這兩間公司 台中以後是最大的兩間 台灣通因為沒有通過電子錢包 就是經管會接電子錢包 所以呢 他現在就沒有再販售新卡 可是我們的市大人現在很多人 手頭那張卡是台灣通 台灣通我們現在是這樣 就是台灣通給人換一卡通 一八十塊的公司 不用 所以這個選團呢 因為最近到頂案 一卡通完議 免公司 所以我們會透過社會教的系統 我們現在改革 比較主動的方式 請社會教的系統 主動來幫這個市大人換 因為市大人他也不一定有這個資訊 說可以換 市長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的是 敬老愛心卡 台灣通換一卡通 不用公本費 是 可以換成悠遊卡嗎 換成悠遊卡要八十塊 換成悠遊卡要八十塊 所以我認為說 居長你剛才說的 最近才訂案 但是通不通市民 非常需要說 到底目前的狀況是如何 不要讓敬老愛心卡的免疫 那個就是說 因為通不通的關係 造成所謂的斷層 或者是斷軌 你這譬如說 悠遊卡 我不會說 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 我們所有台灣目前 目前來說就是 悠遊卡他真的非常方便 他包括說公車 客運鐵路輪船計程車 公共自行車 停車場 小額消費 門票 醫院 行政規費 圖書館 觀光景點 國內航空 你看看 就是說他在電子錢包方面 坦白說他的便利性 是比其他目前來講還更好 那對於說 台中市會是大人 我們台中市的美意 敬老愛心卡 到底要怎麼通 除了你剛剛說的說 要經過社會局 本市還建議 除了社會局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的民政系統 我們的廣播系統 或者是我們的LINE 因為有的家人有的大人 譬如說 如果是誰怕誰看到那個LINE 就是市政府的那個官網的LINE 或許也會替他們的長輩去注意到說 這方面的訊息 本市建議就是說 你們在這方面 雖然說 目前你說剛才和定安沒多久 在這方面的廣為周知 真的點線面方面要去加強 那優有卡的說 還要80塊的公本費 這市政府有辦法處理嗎 有辦法處理嗎 有辦法處理 比照一卡通這樣一樣 就是說 我們就替市大人吸收這個成本 市政府有辦法做到嗎 市政府來吸收這個成本 對啊 他就換一卡通就沒成本了 那優有卡比較好用 沒有沒有現在一卡通也要叫到優有卡 一卡通的現在功能也這麼多 你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現在反正就有一卡通和優有卡 我來把優有卡道德勸說 你應該是去把優有卡勸說 啊那為了有照顧我們台中市的市大人 賣啦這80塊就賣了啦 人一卡通也都這樣啊 我覺得站在市政府的角度 應該是要替我們的市大人去想 情出更大 讓你這樣才對 做得做不做得到 我來檢查看 好啊接下來請謝志忠議員繼續發言 是啦 今天你也有表習生意啦 你去檢查看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個 不錯啦 是一個德政啦 但是不要違德不足啦 包括認真說起來 要把他殺有要把他疼有 不太簡單耶 我看昨天張議員議員 開始要質詢的時候 早上開始看資料齁 坦白講啦 要把他真的全部搞清楚不容易啦 剩下兩分鐘的時間齁 再跟你探討一下簡單的啦齁 市長的證件 有我們後裏的 那個三手線啊 那個大腳道後裏啊 那一段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簡單說明 好進度就是我們在今年年初 交通部希望我們做一些 包括財務上的這個修改 包括整個經濟效益的修改 那這一個部分我們現在正在改 大概兩三個禮拜 我們會再送一次給交通部 啊現在的關鍵在於說 原來的那個經濟效益 的這個進線值是負的 負的啦齁 還有我們現在就是 在這整個經濟效益的評估上面 有沒有辦法透過路線的改變 車站的調整 把那個效益再衝出來 衝出來我們跟交通部再對話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給你一個書面資訊條啊 你給我們的資料很簡單啊 你們業務資訊完之後 應該可以補詳細一點的給我們 謝謝 那另外第二個 那既然那個大腳道後裏 如果這個通的話 那現在已經快要年底要通車的 那個豐原到大慶的鐵路高架化 鐵路高架化要做 當然後面要精修 後面要精修 豐原到大慶有21.6公里的 佔盡空間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豐原跟到大慶 這是未來台中 是一個21.6公里 未來一個新的契機 到底有什麼樣的規範 好現在我們的整個府裡頭的 現在的概念是這樣 我們希望這一個廊道 是外地人認識台中 他坐在火車高架的火車上面 看到的台中就是這個廊道 因為他往下看就是 現在的初步的構想是這樣 我們先決定把它做綠廊 做綠廊 整個身體綠廊起來 你現在有沒有明確的計畫了 你可以給我們一些出面的說明嗎 我們總質詢再跟你探討 OK 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個豐原到 大慶的21.6公里 剛好從我的豐原到 蔡爾嶺議員的北屯 這個代狀是未來一個 大台中市發展的一個未來 不錯的一個契機 我們希望可以好好擅用 這個戰艦空間 要做停車場 要做綠廊 要做什麼的幾位 希望交通局要有明確的想法 這樣好不好 所以是不是請局長 給我們一份詳細的說明 善用豐原到大慶的戰前攻堅 在總執行之前要給我們 了解 OK 好 局長謝謝你 謝謝 感謝張醫院議員 謝志忠議員 蔡亞林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翼黃議員 時間15分鐘 請開始 謝謝大會主席 還有各局處首長 一位同仁 那個林副市長 你本來做保定 所以當你接副市長的時候 本事想到齁 賣給你這順 好像感覺好像是在當立委一樣 副市長本事要請教一下 你做交通保定的時候做多久的時間 四年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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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蘭大台中 在那個時候 你做交通保定的時候 在鐵蘭大台中做到什麼工作 國道六號是在我的任內定案 那個環中縣七十四號道路 也那時候定案 還有剛剛談的鐵路高教化 也是在那個時候定案 三樣東西 都在你的這個任內定案 算為什麼對大台中做不到這個工作 所以 這是我的職責 所以你兵醫公 交通 關公 這是以前交通保這個任內 本來就要做的工作了 對不對 但是本事發言你來做副市長之後 你對著我們現在沒有很大台中 這個交通以及關公 不 是要說交通局長不認真 關公局長不認真 還是這個副市長都不做 本事不知道怎麼說 本事要跟你討教一下 本事要跟你研究一下 所以我們注意去看一下 七十四縣是在你任內 你定案的 目前七十四縣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交通局有做一些改善 但是為什麼在七十四縣 在我們東區太平北頓這段 這七十四縣上面 為什麼都不用設計路間 為什麼 那段是 那些人都比較善良 開車去到那裡比較安全 車子不會拋 我們不管是快速道路 怎樣都要設計路間 其實現在很多都有設計路間 為何獨漏那一段 他們有路間的設計 為什麼這個一定要去處理 說不定 七十四縣在配 八十的線數 每個人都配到九十 不可能配到百多 有啊 對不對 沒有路間 請問車子怎麼壞掉 你車子要給他停一倒 停快車道 停中線車道 停旁邊都不對吧 那不是這樣 好 所以這跟府市長 你無關 本事要再來研究一下 尤其是從交通局的整個未來的願景規劃當中 這些發現你們對大台東還是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在大台中現在欠缺的路況是什麼 欠缺的路況非常嚴重的 我們大台中南北向的交通都非常沒有問題 南北向完全沒有問題 南北向有國山 有鐘頭 有國一 有濱海公路 還有很多的區域 他有合體道路 這個都可以把南北向的交通 讓他非常方便 最大問題是東西向 這個東西向 這個最大問題 為什麼從交通局的整個這種國外願景裡面 你為什麼看不到那種願景 台中假設有一個東西向 太平 土地是大台中的第四大 林靠是土地第四大 林靠第四大 你看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都會 太平他要往西 王海山走不就要怎麼走 怎麼走都不對 唯一可以走可能走台灣大道 你能不能去把他用你當時交通部那種高度 你去把台中國外一條 你國外願景你把這個這條給他疼下去 整個台灣大道延伸 能夠延伸到太平進來 完全是不同耶 你要把他做高架 其實這本期以前有跟胡志祥提到跟他建議到的 台灣到底把他做高架 你台北很多都飛得不得不給我高架了嘛 你就 大家要走廣東你就怕高架嘛 所以當時本市有跟他建議 BRT假設今天是高架在上面 你有歸外願景 雖然BRT還沒做 但是你有這個高架的理念上去 胡志祥這邊反正不太累了 反正還會連任 所以本市希望 胡志祥 你當過交通部的部長 你有很多的 這麼大的交通建設都在你任內定案 本市跟你拚討一下 為什麼總統跟國三 你要走總統上國三嗎 你有沒有走過 那個地方會塞車 不是會塞車 怎麼設計不良 很多的高架不就直接 橫跨直接上去了嗎 為什麼總統沒辦法直接 跨到國三上去 你非得一定要下去繞一圈 為什麼 創造那個地方的就業商機嗎 交通局局長 胡志祥 本市不知道 好像你都輸機在旁邊 你都不知道 搭車了搭車了搭車了 搭車了搭車了 舒服嘛 不瞭解民間疾苦了 這個本市也看不掉一個交通局 你的願景出來 你把那個規劃出來 你看 你現在 本市希望在下一次的 定期會當中 你可把他規劃 台中的命脈 當然你把鐵路這樣 把他拉過來是好事 三奶線把他銜接出來 是好事 可是你沒發現 開車的人 用路的人 非常不方便 那個東西像有沒有 那個東西像 目前台中市 最棒的東西像 都台灣大盪嘛 整個連串出來了嘛 去到後面車站就不去了嘛 但是 旁邊可以銜接啊 銜接建成路 直接可以拉到太平啊 把連灌起來 用高架 用高架的觀念 今天太平我要到海線 你直接走高架 對不對 你要直接 短程 你直接走平面道路 這樣就解決了嘛 甚至未來你假設 要有更長遠的計畫 那條高架的多用途耶 府市長 本市的感覺說齁 真的這方面 你應該用心很夠 但是有很多 沒有去注意到的 我們在地議員 要我講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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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講一下 時間不久了 你參話段說 來 請說 主要的幹線 與公路幹線 跟軌道幹線 兩種 我們要通 當然 那公路的系統 我們現在最近提出了一個三環三連的 有本市有看到 這個我們有用公路的系統 然後透過就是剛剛講的東西向 還有公路向國道4號 他就通到74號 這個等等 就只有南北 南北東西向就可以連 三環三連的這個部分 有小環有大環 所以 那另外那個軌道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軌道的路網 從無溪 從台中港 從清泉岡 台中公園區 一直可以到太平 可以到大理 有這樣的軌道的路網 這個 但是現在 現在 現在這個路人已經規劃 這個因為我們還要都報到交通部去 但是 交通局已經 我們跟交通局都有做這樣一個 一個路廊的規劃 所以 因為你剛剛 太平跟大理 我就跟你講太平跟大理 兩個禮拜前 的禮拜天 我跟王局長 還有幾位學者 我們就去看那個路廊 是 不是沒有做 只是 我們剛才來到 幾個月還沒搞 你說什麼 還沒有到五月 五月份 還沒到五月份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最短的時間 在最做最 所以當時市長會聘請你來當副市長 就是借用你當時你對交通的整個認識跟了解 當時還有時間 但是本席有剛好提到 從院警裡面 本席完全看不到 對我們太平 在大理來講 大理還不錯啦 大理他本身 中頭非常方便 國三非常方便 他非常方便 但對我們太平來講 是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他人口數那麼大 假設在把大理串連起來 所以本席剛提到 交通局局長 好 副市長 你的高度 你做那麼多的建設啦 包括觀光局啦 這很多的建設 你覺得觀光局 觀光局局長 你裡面說到多少天 兩百八四啊 你2020年 創造了16億的人口 的旅遊人數 創造兩兆美 我在看你這樣 你當做什麼 你去九龍部長 對不對 那一個行政院長 提出施政報告咧 結果呢 注意看結果不是 你只是台中市的 觀光局的局長 干你2020年什麼事 2020年 創造了16億人口 的旅遊人口 你又可以把多少人 留在台中 創造了兩兆美元的 旅遊產值 結果你可以把多少 留在台中 結果你去一去 只有四千多字的 觀光局的什麼 的業務報告 你可以跟這有什麼關係 對吧 觀光局局長 你是忘記你做什麼位置嗎 那不是 你提到的是行政院的 施政報告嗎 不是吧 本期從你觀光局的整個裡面 看不出真正對我們 台中真正有落實下去 能夠創造觀光就業的 沒有 本市沒錢沒錢 從你的願景裡面也沒看出來 戶企定 這個要多督導嘛 觀光局局長本市之前 你去本市的服務所 本市我把你建議過了 你裡面在地290頁 你也提到一個 一條很棒的道路啊 台中自行車道 136線 串連南投 這條很棒啊 對不對 有22.19公里啊 到在136線的頭 就一江橋那邊 本市不是有跟你提到 太平大理的環模自行車道 把串連起來總共有32.19公里 還有幾十公里的環模自行車道 那邊有一個 台平的景觀地橋 叫做光辛龍景觀大橋 串連起來多棒啊 本市現在看不見你落到這段 是你不記得了 你有幾歲啦 你有幾歲 本市沒看到啊 對不對 你在那時候 本市都要選條 你要整天開的時候 本市跟你建議啊 這對我們整個市長 整個施政 有多大的幫助啊 這個太平到底有環模自行車 到底把它串連起來 欸 太平十八萬人 台里二十幾萬人 三十八萬人 加上武方出入的人 在那大理工業區 太平工業區 進出的人 可以創造多少的產值 跟你說什麼 比這什麼 2020年 十六億人口 創造兩大年 比較實際啦 你可以把多少錢 留在台中 讓我們台中人可以去享受 林佳龍市長 用了我們 副市長 用了這麼棒的一個人才 能夠讓台中創造多少 產值 這是 本市是要了解 警察市 台中市 兩百七十幾萬 來市民是要了解 對不對 市長你覺得 副市長 你跟我不是說的對不對 而且太平現在 有一個最棒的 平靈森林公園 欸 這個森林公園 比秋紅區 大三倍 欸 多漂亮的欸 觀光局 你有多去推廣嗎 多去推薦嗎 有沒有去多辦活動 多辦一些活動來 帶動 你要把這種東西 施政報告 你要談得讓民眾有感啦 讓民眾覺得說 我今天把這票投給你 讓你在當這行政所長的時候 你可以去辦到 本市有看到嗎 完全沒看到 改說就沒說 改做就沒做 有缺失的去改進啦 對不對 副市長 兩位局長 針對你們所提的施政報告 本市看出 真的 對台中市 有一個大拼啦 有一個大拼 能不能兌現 不知道 這個大拼 所以 不是畫大餅 而且我們的計畫是 按部就班在做 接著我們就會發表一個 旗艦計畫 我們 剛剛那個 很快的� 時間過很快啦 很快就可以檢視了啦 很快都可以檢視了 當然 你們 每一個人都希望 能夠有一說一些建設啦 你提出的這建設 市長提出的建設 本市都是肯定的啦 都是支持的啦 因爲是超越黨派或無黨無派 對市民好的 我們都很肯定跟支持 但是明明就有一些問題點 你該去做改善的 你不去做改善 不然我們坐那個位啦 對不對 所以本市點出來 你的三環 你的三環 很重要 假設三環能夠再串聯 中間一條 東西像 整個台中的中心點 太平 欸 太平旁邊就是 台灣的中心點 南投 你怎麼把它拉出去 完全不一樣 那格局不一樣耶 對吧 太平旗七十四號 對我們一邊三號 沒夠了啦 七十四線 然後然後 就是馬蹄型的耶 國道四號 父子長你到底是對太平了解嗎 你剛剛走七十四線說得不聽 去世一人 還在國山多少人做國山 走要走七十四線走到胖鏡 北平家也讓到 到國 國山國一都有 都有連接啊 七十四線就是去連接國一 怎麼連接國一 我講 我講因為國是 那連接國一 國是啦 對啊 國四啊 國四合四你才不知道 對吧 國六啦 國六合四你才不知道 國六是無風一條耶 對啊 合四啊 說得不好聽 你走七十四線 趕快設計一下馬蹄型 你當時七十四線來設計 直接國一 感覺還不一樣 那個叫做環線 對嘛 你環線當中 本就跟你提到嘛 這麼大的一個人口數在那邊 他就需要一個東西 像那條大陸 台灣大都直接選這 開了多少錢啦 江湖局局長 好好用心去 割劃這一段路 對你 對林嘉隆 市長絕對有加分的啦 江湖局局長 給我一段心 把太平大理環和信職道加入 謝謝 感謝賴一黃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謝志忠議員 張育彥議員 蔡雅琳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請開始 副市長 各位交通局長齁 這一份是上一次我們也在這裡開的捷運綠線公安事件的檢討報告 報告也是王局長齁 裡面大概這段期間 陸續的傷害 包括那個罹難者 或者周邊的左林右舍有影響到的 那現在我們市政府 對這些所有有受到傷害的人 經過了一個多月 我們的善後措施 現在 是不是交通局主責 還是哪個單位主責 還是各局做各局的 我搞不太清楚 請局長回答 我來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把它分成四位死者跟四位商者 四位死者裡面呢 有兩位是工人 一位是開車經過的民眾 這三位都已經達成和解 就是中鋼購公司 遠洋公司已經跟這三位達成和解 賠償的金額都一千多萬 好像一千四的樣子 那這四個講 那另外四個受傷的呢 另外四個受傷的 現在的所有的醫療費用 是中鋼購來負責 那四個受傷是哪四個 人民不用講哪四個 就是四位都是工人 就是掉在下面 簡單的講 就是死了三個工人 你家家一個路過了行人 司機啦 在家四個受傷的啦 的工人 那除此之外 除了這四家 除了這八個之外 那其他還有受到傷害的 左鄰右舍也好啦 行經的路人也好啦 我們到底有沒有去了解還有多少 沒有 當時他們有提出一些需求 譬如他們家的替門派去 他們在那邊派去 這 都中鋼購自己去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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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市政府 都他們自己去培了嗎 我們都不用 不是啦 我們是了解說 他們現在培得怎麼樣 你們有了解嗎 你們有掌控嗎 我做了一個對 我現在跟你討論散後措施嘛 這 我們都 因為我們沒有去出手的時候 中鋼購就去空空 放一放一放 也沒要插完 所以我把它拔下去了 所以那三個千幾萬何解的 都是台中市政府法治局 出來協調 協調這個總管國教這個家室 還有一種法協調的 因為有一個一種法 這沒問題啦 那局長我再請教你 他那個東西塞下來之後 很不幸把那台車抵到兵兵兵 大概就是這張相片 大家都看過 最聳動 最令人難過的那張相片 但是這個下來的時候到底 有卡到幾台車了 你們有了解嗎 就那台 那台而已 對 那台而已 你有了掌握嗎 你有掌握清楚嗎 就只有那一台 你真的只有那一台 對 訊息證據嗎 因為沒有其他的這個被壓到車子的人提出來 喔好 那我們請那個 局長你先坐齁 我先撥一段影帶讓你看一下齁 來請主公司撥一下齁 這是行車記錄器 這裡 這裡 就是文心路嘛齁 這要到那個地方齁 東山 過了 嘿 請等一下會有一個聲響請大家注意一下 有聽到嗎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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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過事發那個地方 剛剛有一個很大的聲響 那個那麼大的聲響 就是 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耳耳就是開車的人的聲音啦齁 我們再看一次 請大家安靜再注意一下啦齁 請主公司再播一次 咖的 咖的剛才咖的那一聲齁 就是 砍 撞到他的 車的天窗啦齁 車的天窗 那個主公司會停啦齁 所以局長 據我所了解 你剛才掌握的 我一直在問你說善後措施 世家世人格我沒有意見 但是事發當天下來 有影響到的車子 其實有四步 你只掌握到一步 三步你沒有掌握 那受傷的 就是最令人難過的是 第幾步你知道嗎 我甚至都比你清楚 總共有 一二三四 那一步是第三步 前面還有一還有二還有四 我剛才播的影帶的是 第一台車的行車記錄器 那我也告訴你 這個當事者 當天的晚上 也在我們第五分局 完成了筆錄 做到很晚才回家 他的行車記錄器 也被留在五分局 不讓他們帶回家 這是當天完成的事情 那如果你檢視剛才那個行車記錄器裡面 其實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一個地方 他過了之後 他是第一步 後面還有個第二步 最大傷害的是第三步 我告訴你 就差一秒 就差兩秒 了不起不會經過三秒 這個人的命運 會跟那第三台車 可能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生死一瞬間 或許他車子開快了 還好沒有太慢 快了一秒 快了兩秒 他逃過這一劫 但是他的車子還是受到傷害 他在當天晚上 也在第五分局完成了筆錄 局長 你告訴我 只影響到一部車 其實令我滿難過的 過程當中 我覺得 你剛來其實你也很認真 所以我從來沒有檢討過你的責任 但是我現在看我們的善後措施 這樣子處理 那為什麼我今天在這裡會再跟你提出來 副市長也是當天第一個去的副市長 那時候市長出國 所以副市長 應該是對這件事 要先了解全盤清楚的人 我們想了解 到底市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到底是各局各做這集的還是怎麼樣 自己做自己的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今天來講這件事 因為這個當事人 他這個他上個禮拜五禮拜六找我啊 他我根本不知道他也有在這個世界裡面受傷啊 他找我 他說 4月10號發生了這個車禍 這個終結這個事件 但是過了將近一個月 你相不相信 他從警察局做完筆錄 那一個晚上 到他上個禮拜五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也好 交通局也好 各局 沒有一個人去跟他再聯絡過 筆錄做完就沒事了 就好像局長你掌握的 到底是警察局沒有告訴你 還是我們市政府各局各做各自己的 坦白講這令人很遺憾耶 他差一秒 差兩秒 差三秒 他反省就連機票卡電給我都沒有 但是事情過了將近一個月 各位將近過了一個月 我們市政府的善後的處理 竟然可以荒謬到沒有任何一個單位 沒有任何一個人去找他 看看他現在需不需要心理輔導 你們這裡也有所謂你們善後措施啊 沒有人找他 也沒有任何人找他理陪 一直到我上個禮拜之後 我跟他講說 好我這個禮 我因為母親節要回南部 我跟他約這個禮拜五點半要過去他家了解實際狀況 終於被中鋼哥知道了 所以他知道我要去了 禮拜一也在那邊等我 那從事發當天 到他跟我講的那個時候 將近一個月 我們市政府各局無人聞問啊 這樣子對嗎 那我剛才更驚訝的是我問請教了王局長 到底有影響到幾部車 王局長跟我的回答是一部車 就是那一個罹難者 罹難者後來1490萬和解我也問了 那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為什麼我們對一個這麼重大的公安事件 我們的掌握 掌握度竟然這麼低 我們的散貨處理竟然這樣子的草率 局長 副市長 真的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副市長 這個謝謝議員的指教 這個 這件事情是如果 剛剛議員這樣的一個質詢 這是我們市政府要值得檢討的 那既然是在五分局 警察五分局 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們 事發的當天 第一個 這個消防局警察局 跟交通局的同仁都有到現場 那這個通報既然在五分局有做筆錄 我們會後 我這邊會後 我就會跟警察局 這邊了解 有做筆錄 一定有知道當事人 那我們會來妥善的處理 那你現在總要告訴我 我們到底怎麼樣了 我們台中市政府到底發生了什麼樣子的狀況了 這個人在警察局完成這個筆錄 終結事件難道不是林市長上任以來面對的最大的一個困難跟危機嗎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的草率來處理嗎 我告訴你 那一台車並沒有很大的傷害 有卡到 剛才你聲音也有聽到 那個卡到天窗 有卡到 那台車收你不會說要很多錢 不說卡到扁去 不說卡到扁去 沒有喔 但是這就是有卡到 而且在那裡完成筆錄 那我們市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 到底是警察局 警察局做完筆錄就沒事了嗎 這個所以我剛剛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要值得檢討 會後 這個會後 等一下結束以後 我們會 不是這樣你請坐啦 如果在這裡你請坐啦 你請坐 事情發生 其實我從頭到尾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責怪過 市府任的一個人 包括王局長 我覺得王局長很認在做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散後處理這樣 太草率了 再下一個時間交給蔡議員 副市長其實那當夜你就有去啦 後面我也有遇到你 我知道交通局跟我們市政府 確實也有用心在處理 但是 局長 跟副市長 你們掌握到的訊息真的正確嗎 那其實剛剛謝志忠議員 好家在陳情人有找到他 好家在有請謝議員 去瞭解關心跟協助 我們啟禁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不是也在當晚就成立 所謂跨局處的小組嗎 為什麼我們跨局處 大家各做各的 局長 你難道那個說幾個人在警察局做筆錄 或者是等等的相關訊息 難道交通局這邊都不知道嗎 我認為局長這個是你們要去檢討的地方 清楚的掌握訊息 該給民眾提供的心理輔導 跟民眾的財產損失 其實我們要怎麼跟他們協助 就像你剛才說的 我們的法治局 有協助我們的民眾 跟所謂中鋼國去談善後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這樣像 局長你剛剛也提到說 中鋼國你如果不敢拚 他都都 我覺得這種態度也不正確啊 畢竟站在市民的角度 市政府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就是要站出來 捍衛民眾的權益 除了說我們的工程 一定要完全的安全之外 我們受到損害的民眾 沒辦法說的 因為現在安檢也還沒跟我們說 到底有沒有過關 那一條路每天我們都要走 我怕都心怕怕 所以我們也在想說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安全 到底哪時候我們走那條路 才不用毛毛的 我們那些民眾 你們說有成立所謂 那個什麼心理輔導 有他們太害怕嗎 有他們委問一下嗎 還是說只有等民眾 腳等著 我覺得不要說等民眾怎麼樣 等民眾怎麼樣 我們應該積極主動 去關懷附近的民眾 去關懷當天遭遇到 這個大家都是不願意見的啦 部長你當中去看的時候 你也知道也是很慘 也是很慘啊 那就是我們附近而已 所以本習也在這邊要求 我們三位議員共同要求 確實的掌握訊息 那還包括說 我們真正一些所謂 後續的處理要真正的落實 不要說只是紙上談兵 如果連市政府都沒有辦法掌握 詳實的狀況的時候 那民眾怎麼辦 局長 你要怎麼跟中間構 他到底有說不說 到底怎麼處理 你目前到底有沒有掌握 除了你說法治局去談說賠償金多少之外 你有去掌握 其實中間構也有 也有去找剛剛的那位陳其民眾 你有掌握到嗎 請局長回答 他有跟你說嗎 報告沒有 他沒有跟你說 是 所以對啊 我們文市政府怎麼了 我們跟中間構之間的協調 跟各單位之間的協調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應該確切去檢討 所以你現在掌握的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現在掌握就是說 現在中間構跟其中一名公投 就謝信公投的這個和解的部分還沒有完成 那另外那個四個受傷的錢 要這個謝信公投的家人先付 這家公司先付 還是中間構先付 他們這一塊在禮拜一 在協調的時候 都還沒有協調成功 時間沒那麼多了 我是有就像謝志忠議員所關心的 趕快去了解 趕快去協助 你們局跟局之間的訊息 真的要再掌握一點 看看是不是到底公投出了什麼樣的 好感謝蔡雅玲議員 謝志忠議員 張議員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氏州議員 時間15分鐘請開始 謝謝 謝謝劉氏州議員 劉氏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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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想請一下 張雍區長王區長 請你有沒有看到一部外國電影 叫Machine Impossible 這個翻座台語什麼 翻座國語什麼唸怎麼唸 不可能的任務 好不可能的任務 好你請坐 我想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 退縮1.42公里捷運施工為例 行動百日是你交通量的首選 我不曉得你為什麼這麼敢 敢出了人命啊 而且你認為說這是不可任務你達成的 你覺得猜為你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嗎 你的工作報告這麼的誇張 有金錢萬分嗎 有沒錯的確 因為你敢著敢公 為例趕快猜 敢過人家這也提早 就是敢敢出人命啊 不可能都達成了結果犧牲人命 你覺得你這樣的一個工作報告把這個行動百日交通量點是拆我們捷運 的工作當作是你的一個交通量點 任務你的不可能是什麼意思 報告議員 你把不可能變可能 我們這一個圍離退縮 我想趁這個機會跟我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我們是因為發現這個上面的帽兩散布結構全部都做好了 地上也沒有任何工程在施作 可是當時這個捷運局把這個圍裡全部圍起來 上面已經很久都沒在動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跟台北捷運局檢討說 我跟你講 如果你說你這樣的一個的工程的這樣的要求人在國外的話 你已經被重罰了 在國外他們相當上嚴格 你只要在工作範圍的上下左右 他們都嚴禁人車進入啊 或在下面穿越活動啊 人是很嚴格耶 你為了說要讓我們的這個這個駕駛人能夠去左轉 能夠多一個車道 你就把這圍裡拆掉 你把圍裡拆掉的話 我們的用路人不知道上面是工地耶 他的上面的話是捷運的車線 上面還在施工耶 上面你已經沒在做了 萬人才叫他拆圍裡啦 民政也還在做鐵路耶 怎麼沒在做 那鐵路過頭都還沒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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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啦 你這樣的把這樣的吹噓做不可任務 我沒辦法接受啦 我希望你的用詞 真的 有時候謙虛一點 還當作你的百日遊感交通亮點 這不是趕工什麼什麼是趕工 有需要這麼趕嗎 對不對 嘿 昨天我們議會通人有提到 我們陳舒爾議員提到 他獲得台北市議員周議員的資料 我們台北全域區不僅是趕工啊 還偷空減料啊 剛香良既然說他的設計圖裡面 跟施工圖裡面差距六千多噸 將近二十趴 我不知道那時候哈 王局長 柯文哲市長現在說 你們有沒有知道這個情況 這個也是我們貴黨的議員 從台北跟台中都有這樣的一個對台北檢取的質疑 搞不懂啊 來到台中做一個做我們的台中捷運 趕工偷工都沒有關係 還減料 像這樣子你的安全 以前是說看看是螺絲有沒有鬆了 沒有綁而已 現在不是呢 現在有偷工減料的嫌疑 你看要當時復工 這樣有安全嗎 搞不好拿這條以後 我看要復工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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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望了 這點我請問一下柯文哲市長知道嗎 這個是 是周伯雅議員在三個禮拜前在台北市議會的質詢 這些資料都放在周伯雅議員的臉書上面 可是因為這個媒體都沒有登 這個資料我們在三個禮拜前我們也都已經掌握了 但是我們也要求北結局 議員的指控有沒有屬實 不是我們也要求台北捷運局 給台中市政府一個交代 看這裡頭的數字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有沒有被誤植 你是三個禮拜就要求了嗎 三個禮拜前 好到現在有沒有跟你消息 沒有 也沒有 你看 那這個是要去市長去跟我們林市長去找柯市長 大家稍微笑一下 拜託 哈 因為 現在事情這樣散了變嚴重了 變真實了 他如果沒有我們報告 沒有台中 他現在被指揮的地方 他如果沒有台中市政府報告 我們沒有來跟議會說 是什麼狀況 台中市政府跟台中市民都不會接受 我現在請教一下王局長 現在目前整個停工之後 你所有檢視 有安全嗎 剛才我們蔡議員也講 他們每天過那個路 看上面 真的 現在小朋友看 媽媽那個鋼梁看起來好可怕 請丁管 他現在提醒吊膽 到底你現在目前你停工 檢視從4月10號停工 到現在 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 到底他安不安全 台北市的捷運局的報告 還沒有送給台北市政府 他有說什麼時候報告會來 沒有 我 稍微你看 擺爛嘛 難道因為我們市民 每天這樣 生活在走溫馨路 這樣提心吊膽嗎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到底他現在做了 這個工程停了之後 大家不用這樣提心吊膽 要往上面看一下 他們現在委託台灣省土木機是公衛下個格 黃局長 林副市長 連我們的貴黨的我們的議員同仁 都認為這讓你們的態度 你們的動作太積極太小極了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明確給我們市民了解 到底目前捷運這樣的一個工程的狀況 確保是安全的 確保是暗途施工 沒有通風減料 沒有趕工 到現在沒有辦法 你要怎麼辦 難道要我們市民 能這樣子停掉膽 走在我們的綠色捷運的路線上嗎 上禮拜柯文哲市長來的時候 對台中市政府做的報告 聽完之後台中市政府給他答案 叫做報告回去重寫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送來 加加重寫要寫什麼時候 從寫報告就有用嗎 要追究這樣的很重要的事情 至少不要讓我們的市民 用路人 暴露在這樣的高危險的這樣的狀況 這才對嘛 是 啊所以他們剩完 跟他們的作為 我讓我請給你 什麼時候能夠至少給我們市民一個明確的 這樣的一個的答案 因為這設計時間都台北市政府啦 我們來 我們來給他抖一個 跟他講 趕快把答案給我 我看你跟柯市長說一下 不要只要針對他五大弊案啦 中節也可以講是弊案啦 乾脆啦 叫他來看這個列路嘛 叫他們連政委會來查 為什麼不來查這個 到底裡面有沒有關上勾結 有沒有北院捷運也跟這些施工的這些公司有勾結 脫工減料 草菅人命 對不對 啊不然幾期啦 你跟林市長說一下 請林市長給他組成連政委會嘛 這條所有先把先把確定嘛 沒有人欺負 趕快等人來的 這案地檢署都要查啦 我拜託你啦 是 真的 既然我們的林市長跟柯市長 已經建立這樣的一個的溝通機制 我希望他能夠用他 在處理台北市 處理這五大 這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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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 的精神跟積極度 來面對我們終結這一次的公安的意外 人家質疑北捷的趕工 質疑北捷的偷工 為什麼不能給我們澄清 明確的答悟我們 好不好 我希望比較快一點啦好不好 是 實在說我也很不願如此啦 可是真的是很無奈啦 就算了 我想再來幫我報告你也提到 對於我們以前六線啟發的第二天 你說現在 其他的停下來 我們要來省兩百六十億 然後我們的藍色捷運 還可以省下十八億 省下 兩百七十八億 然後省下這兩百七十八億 可以改善本市這樣狀況 提供市民更好的大眾運輸系統 我只要請客人 你今年到現在的醫生給他多少 今年交通局的醫生 百幾億 你今年這一百百八億 你要省兩百七十八億 這樣你不三年都你都不要來省水 沒有謝謝議員 我中央要給你補助款 你外組 兩百六十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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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六十一還沒變 外組局長 不要這麼的誇大其詞 要省什麼 外組是經驗到這些錢沒有變電而已嘛 這些錢是不存在的 沒做就不存在 你說什麼省兩百七十八 可以改善我們的大眾運輸系統 你幾度來 你一年的醫生也這一百百八億而已 你三年都幾季 你來這裡都不要省水 今天都不要做 把他做大眾運輸就好 國道嗎 不可能嘛 不要用這麼誇大的詞 甚至昨天我們議員同學罵你不要臉 那個錢啊 根本你們以為沒有通過 也沒說給你們 那只是匡列而已 你說要省那麼多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你的用詞裡面 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真的對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只能感覺說 哇 奇怪 很厲害 好像超人一樣 可是說真的 我認為你的報告裡面 事實 應該要用具體的這樣的詞言來表達 好 這我改進 好 我改進 各位請坐 我想 對於我們的 大安媽祖園區 我們的 媽祖神像 那個 我們 教育牛區 陳議長 三位 剩媽祖了 現在算鼓勵三位 媽祖生在剩媽祖 結果 我們現在 在過去 前市府所推動 大安媽祖 文化園區 當初編優異 的確是開始是有包括神像 可是後來 因為現在中央團體一直抗議 認為這樣不符合宗教 一個平等原則 所以那時候 市長從市長 好 那我們就神像 改由民間來募款 民間募款 人家民間也願意 其他的費用 我們就把它當作 文化園區裡面 更多的設施 包括展示館 活動等等 一個新建 結果呢 人家本來都已經談好了 也要募款了 還換了一個新政府 開玩笑 我不知道您怎麼跟他溝通了 人家說他不要了 為什麼不要 昨天我們的書記長也有親自打電話 問我們那個 馬祖年會的政會長 他說沒有啊 市委有沒有找我啊 他還不曉得消息從哪裡來的啊 我認為說 你們只顧要抹黑前市府 不要媽祖 媽祖也抓公 你知道嗎 大安這個地區人少地域貧瓶 以前觀看大安海水一場是很有名 現在已經沒落了啦 甚至污染嚴重 雖然他的人口不多 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的繁榮的 可以公的亮點 好不容易要跟大家正南宮大安的一個媽祖園區 結合在一起 那個不是所有文職不文職管的問題 那個是一個地方的他本身帶給他 哦 法兔媽祖這個新雄 然後就覺得哇這就是大安的媽祖文化園區 要的是這個而已啊 議員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昨天我當主席我真的 我有聽到所有的同仁 不管是藍綠 或者希望說 這個美好的事情 你們應該要好好做 尤其啊 我們的媽祖 是我們市長的周郭伯 他每次都講是他周郭伯 因為他姓林 那對他周郭伯 你們這樣子做 市長真的是讓人感覺說 他所講的跟他所說的 完全是背道而馳啊 樂觀其成 好 感謝劉士州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蘇柏欣 楊正宗 羅永貞 張廖乃倫 四位議員聯合質詢 時間60分鐘 請開始 謝謝 大會主席 市府的一級主管 我們議會同仁 後面的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首先 我要來請問我們的 王局長 交通局的王局長 局長你在哪邊 你在那邊 你請坐 好你請坐 謝謝 交通部 103年有補助 我們公共運輸提升計畫 那個 後車停 那個車站牌 新台幣 350萬 104年又補助了 759萬7千元 請問 我們王局長 在104年 我們 市府有計畫要增加幾座的 後車停 局長你 請打呼一下好嗎 大概40座左右 40座 40座 對 好你請坐 是 由於 現在 要坐車的人 都是老飛的 都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你沒有那個後車停 那一些老人家 騎不路 尤其是在我們鄉下 神鋼 坦亞神 這一邊 我看坐車幾乎都漏了 他們就是坐車子很方便嘛 我看他們都騎到沒路好騎 有一些阿嬤就跟我建議 要做一個後車停 我記得我每一次 每次 我都有 我都有跟我們交通局 有在講 說是不是 我們去看 能不能坐那個後車停 有某些做得很漂亮 但是神鋼地區 有很多沒有辦法做 每一次的拔呼 都說 土地無法取得 所以就擱置在那邊 就一直都沒有 就沒有做 他就說 土地無法取得 都沒有辦法好做 不過這樣我請問我們的局長 如果土地沒有辦法取得 都沒有辦法好做嗎 局長你答覆一下 是 如果要做 現在是人家的店口 人家的門口 你要做就要他動議了 他動議說你頭前好做 不然就是人行道 我們就辦法做 因為 我們神鋼 現在要看的這些地點 都是路邊 沒有人行道 所以如果要用的 就一定要用一公家的土地 輸人的土地 我們都沒辦法去 裁這個車站 好請坐 你如果說輸人的土地 我們沒有想一個辦法 說 他要怎麼來跟他溝通 讓我們做一個 那沒辦法 他要用做的 還是說便宜選 跟他說做一個 是角讓我們來做 不然現在就是溝通 這些人的店頭 叫輸人的門口 現在溝通都很大的困難 所以現在 議員建議那幾個地點去看 溝通 人家也沒有玩意出具的土地 使用統一書 我們就不能到頂管 裁那個車站 對啊 所以我每次都 讓一些阿嬤都說 叫你們說 叫你們做 要怎麼來看 看幾個便 都一直在那裡 都沒辦法做 我便宜建議我們的局長 我也知道他很用心 希望這個看有 能夠便宜的辦法 來盡量來貼這些老花 來做一個 涼亭 看要怎麼來 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探討一下 說是不是那個 我們來採站牌的那個地方 頭前後面刷一個 看有公開的土地沒有 要把那個車站刷一個 刷到那個圍頂管 這樣可能才有機會 再給他收一個辦法 再來做 讓我對鄉親一個交代 好不好 是是是 好請坐 黃局長 你知道說 我們 台中飛車 站 這個車 快捷車 去我們台中航空站 有幾包車在走 到我們航空站 我們有兩條路線 幾號的 一條是高河 再來 還有一條150 150 高河叫150 議員 議員我沒看到 那是議員 高河 高河 高河重點 高河重點 對 請問局長 高河是 他到哪裡 坐到哪裡 坐到 坐到清水 坐到清水 對 對嗎 對 有沒有正確 我早上12點的時候 我看網路 九號的 從火車站到那個 什麼 清泉港 到那個 台燕那裡而已 沒有到我們 不夠啦 是不是你的網路不改 一樣像這樣 九號已經到清水了 有嗎 六號是到台南 你再確認一下 因為我剛才這麼調出來 就沒有 五號就九號 他那個寫就說 我幫羅查看看 因為九號就是到清水 我幫羅查看看 看是有問題嗎 你要看有到航空站嗎 因為我有一個 要向局長探討一個問題 你請坐 謝謝 因為我們四月一號 115號 115號快捷公車 已經沒有了 沒有在走嘛對不對局長 沒有了 現在是不是上九號 九號要買單車 改成 我這裡所看到的 他就是 10.15分到清泉港 最買單車 是 所以說我們在香港有出發一班飛機 8.40分的 他跟我們清泉港 10.10分 還在那邊 還出來 最快要10點半 結果你們現在那邊九號的 九號的車 已經10點 10點10分他就出發了 所以 那邊呢 一邊坐車要去車頭的人 來到那邊 幾乎 花四五百塊 坐到我們的飛車站 所以這4月1號 115號就沒在走 本來115還可以趕得上 所以現在有鄉親給我建議 他們每次坐飛機回來 要坐到台中車頭 都要花四五百塊 不然我們交通局局長這麼用心 這行你做不好 希望你還有這個問題要創得好 因為我們市長也很重視我們這個交通的問題 現在交通是我們台中心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這個清泉港這段路 希望我們的局長 還去收客一下 要讓鄉親 有感覺說買房車 他過去10點五十的 這房車還要下去走 不然鄉親都沒辦法坐到這樣 小廷你有辦法嗎 報告議員 我們七月找他開始 會有一條新的路線 清泉港走台灣大道的 這條比較近 這條現在買房車的 排到差不多11點 清泉港走到哪裡 清泉港現在要走去台灣大道 清泉港為中親路就好了 又要去台灣大道 又去那邊 中親路就9號 9號一房車 他40公車一房 你跟我說香港的 那一般人要坐去市區的飯店 他就走到台灣大道比較近 不然那一座路 還要去車頭不是要飯店 沒有啦 要去到車頭 地方就是經過那裡飯店 你到中親路一直走就好了 又走到台灣大道 這樣又一圓一圓 好 中親路現在 現在買房車稍早開我們再來協調一下 看能不能用到11點 沒有啦 好嗎 這是八歲的期待啦 是我們來協調一下 我們來夾夾夾夾夾 因為過去 這座的人都很少啦 夾夾開這班 他們都了解啦 所以說你一直減嘛 你就減我只剩一百而已 現在我來減車這麼客丁 看能不能買房車開11點 讓大家最好拿行李出來的時候 不用大用共的 這樣 好謝謝局長 我剛才說這兩輛 一個後車亭 跟這個快捷巴士 這個 這麻煩給長序一個好不好 是 好謝謝 那接下來換我美術議員 大愛子徐 我們副市長 各位 局長 我們所有的主管 還有以為同事 還有我們的媒體記者 女士先生 中午好 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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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的局長 現在最空的 也是要再問交通局 小龍局長請 議員好 局長 想請問一下 廢掉BRT 是你原事長跟你的 做法 也是你們的想法 可是 我想了解一下 這是有合法嗎 你說 呃 現在把它改成 專用道有合法嗎 目前這個 所需合法嗎 改成專用道 這就是我們車道 車道把這個 這個 其他慢車道的公車 有一些移到 這個專用道上面去 這個 你事先已經花那麼多錢 下去了齁 我要給你一個觀念 市府 每一項的 只要用到納稅人民的錢 一定都是經過議會審議通過 可是當你們要改變 要去做別的 變動的時候 也需要 議會 議員 的支持 你從來沒有 尊重議會的想法 也沒有送來議會 做個變更 就你們找幾個學者 來 做個評估 就決定了 把BRT已經實施 也差不多 將近 有十個月至一年的時間吧 就做一個 完全的 封殺掉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政風市主任有沒有來 政風市主任 政風市主任 有啦齁 有 局長 這種的案件齁 光市台 林市長他在做的時候 他有他的想法 你們有你們團隊的規劃 可是 一定 不能 想說 怎麼做就怎麼做 因為這個關係到 整個議會整體的決定 即使 改朝犯態 如果每一項都要這樣子做 改變的話 那你們 我們這個議會要幹什麼 對議會根本都不尊重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林副司長 長期担任 我們的公司 那麼的久 關於 我們這一次 BRT的問題 找這些學者 來做 一個檢討以後 就來改變 這個有違法嗎 請林副司長回答 這個我們還要請教法制局的看法 法制局 最近沒有來 今天沒有來 好 那你們請坐 等大會的時候我再來問 這個關係到我們議會整體性 大家議員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 即使你們要做什麼改變 也要讓我們議會知道 這部分 希望副司長 以後像這種案件 一定 要有尊重議會 要讓議員去瞭解說 這個改變是 怎麼樣 不能說你們自己想要怎麼做 就怎麼做啊 好 那這層級 我現在沒有 先來問 我們七十四號道路 經過我們大里霧峰這一段 在台北的霧峰 我們七十四度 經過大里霧峰 大里霧峰人 只可以在那裡看 沒有辦法用得到 所以說本席一直覺得 這個七十四號道路 整體來講 整個規劃都很不錯 可是 在雜道的部分 一直在大里霧峰 目前只有 可用的雜道只有一個 所以我想請問 我們家庭局長 你對大里霧峰的雜道 你有什麼看法 大里霧峰的雜道 確實還有在 草湖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中軟這個地方 要做一個四基卡的雜道 這樣就辦法去解決 台立這裡的問題 我們在南太平 南太平那裡 現在也在設計一個 一個瓶庫一個交流道 所以如果說 台立這個部分 我們就對這個草湖 中軟這裡 現在有這個報告 已經送去公道中招 四隻腳的雜道 市長 這個雜道 已經 講了差不多 有六年之久 在當初 的規劃案裡面 這個草湖雜道 本來就有 可是 你在 台湖市區 來到太平的時候 來到大里霧峰 就只有一個 德方南路雜道 在中河雜道 那兩個雜道 完全 都沒有 使用性 因為 那個是直接通往高鐵 再用個鑽 用道 所以 中布囊體科學院區 已經 開始 要完工了 也開始廠商要禁止了 但目前 最關 最關 最關鍵的 查湖雜道 都還沒有一個定案 以後 中布囊體科學院區 慶祝以後 致必影響 整個大里霧峰的交通 打結 所以說 我一直 對這個大里霧峰這個 雜道 沒有做 你知道 我們的鄉親 每天 只要到 上下班的時間 整個 大里橋 到草屋橋 塞得滿滿的 整 真的是 動產不得 大里霧峰的人 只有在那裡看 那已經忍受了六七年 所以說 去四號雜道 大里霧峰人 看得到 用不到 做到大廠我給你看 所以 局長 在這個部分 已經在我們交通局 在我們的交通部長 前禮拜 也有來到大里霧峰會看 這個事情你知道 知道 所以 我希望 在這個草屋 雜道 這個軟體園區的部分 因為這個 有關係到我們的市有土地 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 你用都市計畫去解決的話 自幣要再等個三五年 目前 地方的聲音 跟交通部 他們的希望 他們是希望用 生活圈 甚至於用重要道路 下去 開闢 可以節省時間 你們 是不是在這裡要請問我們局長 你有辦法確定這個 以後 這個針對 達到用地 你要怎麼去處理 那 是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跟這個中央機關來 來協調 因為 錢大部分都他們出的 工廳也是他們做的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都是交通部出的 所以 我們更加 市府的態度 應該更加的積極 沒有開到我們市業值 對吧 我們不能 整個月後 做四千的先前作業做好 讓等待他這個錢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了啊 是 這個部分 根本就是 應該要先 事先要規劃好 不是等到 人家的錢已經拿來到 他們沒有 你們要 還沒想要做 沒有 報告議員 這個操護 這個交流道 我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跟我說 從這個 太平 台立到這裡 總共有 這個交流道 現在在監處 可以操護 我說這四千塊 這個交流道 因為我認為裡面 這四個是最破竊 因為中聯現在出來之後 就需要很多 大量進出的 這個車輛 所以這個部分 對我來說 議員你問我 對我來說 這個是最重要 一定要積極去促成 可是因為 這個交通部 好 時間才有多久 時間 這我們要拚 拚交通部 給他已經答應了 你現在 現在 交通部 目前是在等市政府 那間部長也說 就我們市政府的整個 整個 上去之後 他就會被拚了 我們已經拚了 現在問題 卡在哪裡 問題就是他還沒要給他 我們報告 就給他 好 這樣這部分 你記念 你有說到這樣 因為我們 包括這個 這個 這個太平 這個六順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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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報告都給他 這次就給他 我們為他還沒給他 是南太平的 那個 我告訴你 你要做到其中報告而已 你現在目前 在台里最重要的 我告訴你 在我們 草浮沼道這個一定要做 而且要儘快做 還有 草浮沼道是解決 我們的 軟體園區 跟物方 這一塊的問題 可是 在大里橋 跟 綠仁橋 十九個 這一段 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 因為 他只有一個 德方南路 階道 所以勢必 當初一直 有在規劃一個 就是在大里橋 有一個 北下階道 這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一個 階道 你貧困得怎麼樣 現在 現在就是 這些雜道 幾百都要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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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去就是 台車 我也願報 一路的台車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 要有優先數字 不能利太近 不能利太近 可是我現在 先鎖定的就是 你說的這個槽 因為這個有 台中軟體科學園區 裡面 這些要先用 這些用料 其他又開了 那些距離都不能太近 好 我們的總管理師到來 有沒有 我們的家庭局的 總管理師 一天你放在那裡 好 沒有總管理 好 我跟你說 這一個部分 回去 緊去了解 因為那天 家庭委員會的趙薇有下來 跟家庭部長都下來 已經當場答應了 當然 我們這個精銳 既然是中央的精銳 一定要儘速去爭取 馬上快點拿 第一 第二 做草屋雜道做完以後 馬上 去做 北望南路 在大理橋這一段的北下雜道 這個是第二 的順位 第三 再去做南太平 這樣子的話 停區整個七十四的交通網 才可以獲得疏散 這個部分很重要 希望你 能照這樣子去做 回去評估一下 好請坐 謝謝 我想請教我們的地震局長 大理人 目前在大理的公衣 是大理人目前最重視的一塊 閒事很久的土地 你對這一塊土地有什麼看法 跟研報這個是都市計劃裡面化為公共設施用地的公益 是他已經聽說擺很久了 擺很久了 在這裡也很久了 你不要接任還有100天 有什麼規劃還是有什麼方向可以告訴我們嗎 府裡面對於這裡的都市計劃有在做檢討 因為擴大大理都市計劃 在今年一月份行政院已經正式在合回來 就是不能走勢力重劃還是要走區段徵收 所以市長對於公一這一塊在考慮要不要併到擴大大理都市計劃來 還是說公一跟旁邊還有一塊原來大理區公所那個機關用地 在合起來自己單獨做一個開發案 現在府裡面都是都市發展局也一起在評估當中 市長 我想告訴你 在這裏土地閒置了將近三四四年 說實在的 在那個大理最中心的地方既然荒廣那麼久 所以 本市一直對這個公益這一個地方 不管你怎麼去做怎麼去規劃 一定要盡速處理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一定要處理的 市府團隊會一定會努力 好 我就看你的表現 好 請坐 謝謝 再來時間 我們給我們的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張圖 來 溫醫師放一下照片 放個照片 放照片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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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這一張圖 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一張照片是2008年7月18號 卡梅基颱風造成的災情 那這個地點在哪裡呢 就在我們 廣間停一的 惠心停車場的旁邊 好 我要請教我們王機長 在我們惠心停車場的旁邊 周遭啊 總共有多少停車場 多少個停車位 您知道吧 總共有四個停車場 廣間停一二三四 是 還有呢 我們市政府的 十四軸線的 是 這周遭 總共包括新光三月 百貨 大圓百 大圓百 總共有十二座 有多少個 汽車停車格 五千六百二十個 好 有這個 汽車停車格 六千四百二十三個 那麼我也幫你做了一個 調查 放第二張照片 這個就是我們的 周邊停車場的一個 使用力 平常時間 跟我們的這個 尖峰時段 假日 我們做的一個調查 我們做的一個調查 其實我們看到 從我們 十字軸線這個停車場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周邊 雖然 雖然是說 停車位 非常的擁擠 但是 應該還可以去紓解的 好 呃 昨天 有這個議員提到這個廣監停移 惠星停車場 民間自題 BOT案 蓋大樓 要做商場 做停車場 做商旅 好 我請問王局長知不知道這回事 知道 知道 那麼開發公司啊 開發公司 103年 103年11月6號 變更營業項目 變更營業項目 11月6號 變更行業項目 過去 所有的 過去的營業項目 大概就是一些雜貨啦 什麼 到了11月6號 變更成土地開發等等 那麼104年 104年1月份 提出了 開發 惠星停車場的BOT案 104年 1月13號 台中市政府公告 很奇怪哦 從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看啊 從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看啊 林佳龍市長 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有這一個大財團 來投資BOT案 實在太好了啊 啊這也不讓 這也讓人不得不懷疑啊 沒來遠去 時間怎麼會那麼恰恰好 黃局長 黃局長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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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筋弄破碗哦 小心 吃筋弄破碗 黃局長 時間有那麼巧合嗎 吃筋弄破碗哦 黃局長 黃局長 廣間停啊 用地多目標使用 是以廣場為主 還是用 這個停車場為主 你請回答 都有 但是他要設定一定的比例 做停車場的空間 要占一定的比例 停車場 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 好像不太一樣啊 為什麼廣間停 廣間停 案子由交通局來審查 為什麼 為什麼廣間停的案子由交通局來審查 他是廣場兼停車場喔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廣場兼停車場是廣場為主啊 為什麼由你 好 交通局來審查 這個如果是廣場的部分應該是建設局 建設局 對 過去 那為什麼你來審查呢 過去廣間停就移給交通局來審查 過去啊 因為建設局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是做停車場使用 那你是主管機關喔 是不是 停車場主管機關 我們是停車場 建設局 我們是停車場的 廣場是建設局管的 是 然後兼停車場 是 停車場是你們管的 你是主管機關 所以說你要來審 現在那塊地的管理機關是交通局 對 你只是管理機關喔 你只是管理機關喔 憑什麼 你要來做審查這個案子 本席的看法 本席的看法 王局長 你是我們 是林家龍市長的紅人啊 你是最靠得住的人啊 我比較黑啦沒有紅 你是比較靠得住的人啊 喔 報告議員這整個的徵選委員會的整個的層級是在市政府啦 交通局是一個窗口 委員是誰派的 委員是誰找的 委員誰找的 委員是電腦選的 財政部處參師有一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精神委員會的專家資料庫 是是是是是 你這個人腦不如電腦欸 沒有這個為了公平 人腦不如電腦啊 這國家 國家就是這樣規定了 對國家是這樣子規定啊 但是你都不是這樣做啊 好啦 依照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的辦法 依照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的辦法 廣場 廣場 使用的項目 只有在地下 而停車場 才可以蓋大樓 做商場 做旅館等等 啊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本席的看法 廣間停 應該以廣為主吧 廣場為主 停車場是為福 如果要用停車場 的多目標使用 本席不反對 但是要合法 先要變更都市計畫 廣場成停車場吧 包括議員這個過去的案例像迪卡龍這個停車場 他也是廣間停 如果說前面違法你也要違法嗎 前面不合法你也要你也要違法嗎 你也要違法嗎 這個要都委會同意 對啊 所以說你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問你憑什麼你來審啊 不思計畫要不要先做變更啊 我本人沒有擔任這個審查委員 你當然不會擔任這個審查委員啊 對不對 往下推啊 電腦鏡的啊 電腦鏡的 人腦不如電腦啊 對不對 人腦不如電腦啊 黃局長 那麼目前廣間停 會心停車場的進度如何 會心停車場現在的進度 一月我們公告了以後啊 就在我們要請這個 因為現在目前的委員會的這個 整個主導是在市政府的福本部 他先授權給交通局來繼續辦理後續的事業 交通局完了出審完了之後 就再審 剩下一家廠商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再去給嘛 沒有沒有 出審以後就再審 本席很清楚 再審就要定定額權利金 跟營運的權利金 訂完之後公告 可能就會ABCD 有一堆廠商來投標 他們各自講說他們要去多少 可能有一堆廠商啦 黃局長我會給你打賭啦 設計上 設計上就會有很多人來投標 時間還沒到啦 時間還沒到啦 我會等你的 等著啦 黃局長 但是報告議員 他未必會走到那裡喔 搞不好出審再審就回去 我要請教你 彗星停車場周邊的環境你了不了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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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了解的 你了解是什麼 程度多少 了解就是那裡假日就很難停車 還有呢 還有呢 那裡大部分都是豪宅 還有呢 所以那是一片很美麗的視野 還有呢 你只知道周遭環境這一些喔 局長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最大的 停車場下面有一個會來西啊 對 剛剛 議員那個 會來西的上游啊 就是我們的空軍大牌啊 未來 我們十四期的重劃 第八單元的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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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個水南經貿園區的這區段徵收 所有的水 都要排進空軍大牌 空軍大牌流向哪裡 流向會來西 喔 如果說 這一個案審查過了 我們台中市會有一個水上餐廳 還有一個水上旅館 創意多好 對不對 創意多好 喔 我們現在的 現在的 會心停車場 就在我們的會來西上面 來請坐 林副市長 建設水利是你負責督導 請問 我們 這一個BRT案審過 我們的會來西 要排到哪裡去 會來西要排到哪裡去 這一個會來西 將近15米寬 會來西要排到哪裡去 水要排到哪裡去 會來西要如何改道 我現在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不好議員跟我講 我要注意這個案子 副市長 副市長 這是多大的事情啊 未來 未來 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這周遭會淹大水啊 如果說這個案子可以過 我們的會來西15米可以改道 我就看看你們多大的通天本領 為了利益 不擇手段 附近的居民 給你們陳情 第一個 嚴重影響公安 第二個 第二個 嚴重影響交通 第三個 民進區域並無此需要 剛剛講 五千多個停車位 第四個 嚴重影響 防災避難 附近的居民 堅決反對 這一個開發案 副市長 我現在把這個陳情書給你 給你 陳情書給你 好好辦 局長 你要好好辦 我看過了 你看過 好 答覆太關門了 局長 好好答覆喔 不要官樣文章 好 不要官樣文章 好我想接下來 我們再看第三張圖 來 局長你看一看 這是我們的 台中市政府裝設的紅綠燈 這個路口是在我們的這個西屯路口跟漢口路 局長 你是專業人才 你認為 這一個紅綠燈裝的對不對 對 紅綠燈裝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五叉路口啊 對啊 對不對 這紅綠燈裝的這樣子 對不對 左邊那個有點怪怪的 怎麼還是怪怪的 蛤 左邊那個照字 你們紅綠燈 直式的紅綠燈 你們把它裝成橫式的啊 直式的紅綠燈啊 你們把它裝成橫的啦 喔 喔 你看了不起吧 你不知道民國幾年裝了我去瞭解一下 啊 了不起吧 啊 了不起吧 直的紅綠燈 可以變成橫的 你們 看到了吧 那個趙子啊 趙子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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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裝成這樣子 啊 市政府沒有人發現 市政府沒有人發現 這個給誰看呢 怎麼看 怎麼看 我等一下去瞭解一下 什麼原因 為什麼 為什麼會裝成這樣 不管他為什麼裝成這樣 錯了我們就把它換掉 好 好啦 不要再光一天到晚想想BRT 要怎麼樣拆BRT啦 齁 其他的事情也要想啊 齁 好不好我們請我們張亮來人 大家午安 接下來是我的時間齁 王局長 王局長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市長齁 用這麼 這個 愉悅的心情在質詢齁 不過我想 他的這個問題齁 請您要正視齁 什麼叫用電腦算的 還是你已經討論 這個我要來跟您請教一下齁 呃 您說這個 優化的公車專用道齁 我們的台灣大道的BRT齁 是7月要上路對不對 是7月8號 好 那現在 離現在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那我要跟您請教一下 這個優化的公車專用道 跟一般的公車專用道 它的差別是在什麼地方 好如果我們跟台北市的公車專用道比起來 台北市的公車專用道 比較容易形成車隊 因為他整個車隊沒有在進行管理 所以我們的這個司機啊 開到那個車站的時候 他會搖車啦 術語叫搖車 他在等到有人要坐車 上完車他載到客人才要走 那我們現在因為要裝這個 車間具的警示系統 所以我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也就是說你到了那個 台中國專用道靜宜大學這一段 如果車站上沒有人要上車 你車子要馬上開走 好那我們就可以確保我們的那個搬距是比較穩定的 那這樣子的話市民在這個車站上等於比較穩定 所以優化公車道跟公車道 公車一般公車道不一樣 就是說除非有人把你攔下來 把公車攔下來 否則他是不停車的是不是 他每一站都要停 他每一站都要停 他每一站都停 有人就是停完以後發現沒有人要上下車 那我要跟你請教 那我要跟你請教現在BRT一天是420班次對不對 7月以後一天是多少班次 7月以後原來這個所謂BRT服務的這個台中大學叫靜宜火車站 這樣的區間的車輛總共會有855班次 沒有用軌道來走的 就好比說輕軌或是火車沒有用軌道來走的這個公車道 你怎麼確保他時間準不準確咧 所以才會有這個車間距的警示系統 就提醒我們這樣我們 假設兩台車現在設定是兩分鐘 那如果我後面的這車 偵測到他距離前車的時間剩下一分半他就會追上他了 這時候車上會出現一個警示 好所以你們這個 所以你們未來 這個優化的公車專用到也是適用10公里免費 來做這個政策推行嗎 那如果超過10公里以外呢 就收費 收費喔怎麼收刷卡嗎 就刷卡 不管無論如何你都要刷卡 那我再問一下你10公里免費的你這個費用要編在哪 車上刷卡 你要拿多少錢 是拿你之前在這個 之前的報告上面說你們省下的260億的預算嗎 沒有沒有沒有 260億都要不上這個錢 對啊 我幫你請教一下 你10公里免費 你這個費用要從哪裡來 從8公里到10公里說多兩公里的錢 對對對 不是啊你專保的這個優先要為哪裡來 專保優先去年就變了 多這兩公里的錢呢 多這兩公里現在算起來 如果按照原來的這種規劃的話 算起來大概多四千多萬 對從哪裡出出 那因為台中市的公車業者 全力支持台中市的公共運輸 所以他們一起共體時間 所以這筆費用市政府不用再多支出預算 所以算是他們公車 其他公車的公司來後就是了 再來我請教一下 因為你們說現在的BRT 算是這個失敗的政策跟車體 那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這樣 你們對於這個車體 你們這個車站 為何根本都沒有在管理到沒有在插 有這樣嗎 原來有一個清潔的這個包商嘛 因為清潔包商也負責人 車體維護呢 車體現在每天都有在維護啊 真的嗎 那幫我放一個影片一下好不好 幫我放一個影片一下 這是前陣子下雨 外面再下大雨 然後我們BRT車站的車庭裡面再下小雨 柯長 我們去坐這個公車 要再拿雨水這樣有道理 沒有這個世界奇觀 這他龍馬公車 你還要跟我說這是前朝流下來的毒瘤嗎 你上任四個月了你還要跟我說這幾個嗎 報告議員 這個是誰做的 現在不是我討論的重點 不是說我們怎麼把它改到最好 因為這隻白海豚 像臥壽世界白海豚 因為現在還沒嚴重 嗯嗯 還沒嚴重所以我沒辦法 對那個上面那個白海豚 上面那塊肉 還要用一塊這個粥魚的 所以我嚴重了 那要多久的時間 嚴重現在秋雄已經是四月二號 對 他說他們做之後 他們叫報駿工 他們報了駿工以後程序 所以這段時間你的意思是說 這段時間我們搭公車 再來五月底可能會下暴雨 這段時間搭公車我們都要自備雨具跟穿雨衣囉 現在沒辦法做完啦 設計就是這樣 副市長有請問這個 這要怎麼解決 甚至有很多這個市民跟我陳情 他們打1999有關這個不管是BRT的車體還是周邊的設備 他們來陳情總是很難得到答案 你就放得怎麼樣 大家會覺得你可能想要拆掉所以放得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副市長 這個月臺不會拆掉 月臺門會會 那如果說目前你還沒有 這個要改善的部分 這個交通局已經盡快再處理了 應該 包包議員我們這個遮雨的這個設計圖都已經畫好了 可是問題是我這個車站上面那一塊白色 我如果沒有驗收 市長您請坐 我不能把它倒下來 所以車子 你一個機閃嗎 什麼時候你說嘛 什麼時候 我說了一半來說 引爆進攻後 要經過建造公司同意 經過專管公司同意 他們都同意了以後 才會包到交通局來辦理驗收 那我要再問局長您一件事情 你這個十公里免費政策 你有沒有去計算過 你要達到什麼樣的運量之後 開始要收費 十公里免費之後 對啦 我們只要這個市占率 現在目前是這樣 市占率如果 就是說那個 搭場的比例 到古年 到古年已經到10%了 我們現在大概目標 大概接近15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收費了 那我要再請教囉 你從420個班次 增加到一天850個班次 本來從進以火車 進以大雪到這個火車站的時間 要多久 不一定看見尖峰還是離峰 一般平均的時間 一般月有時候45分就夠了 這樣我請教 如果未來一天天到85個班次的時候 請問一下要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 你可以掛保證 因為單車的時間比得低 你可以掛保證 我們要算的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站在車上 在那裡開始等的時間 到最後下車的時間 因為我們在車上等的時間變短了 因為車輛來的數量變兩倍了 所以我們等的時間其實變短了 那變短了以後 最後這整個屢次的時間 我想請問一下你車體 比如說那個等車的車體的高矮 現在買這台 買這台的都要低地萬公車 所以倫理什麼都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確定說未來的時間也是一樣嗎 是 現在你的車如果是有樓梯的 有階梯的都不能現在裝用到 那是真的未來 因為你現在開放兩個班次在慢車道對不對 是不是 開放什麼 兩個班次在慢車道對不對 不計不計不計 所以我剛才有說到一個叫車間鋸警示系統 就是說 他不會像台北的公車專案道 台北公車專案道 台北就是摆幾次 俗稱毛毛蟲 這個東西 一台中我們現在用這個車間鋸警示系統 給你鋸開 行車的安全呢 所以這個鋸開之後就安全了 好 我現在把你的圍圍包起來看 如果真的沒有成功的話 BRT你猜還是留著 BRT絕對不會猜 BRT車一張兩千三百萬 我們拭目以待 七月八號之後 看我們的這個優化公車專用道 未來到底是有辦法 改善台中的交通 還是增加台中市台灣大道的困擾 局長您請坐 再來觀光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你這個纜車啊 台灣市的纜車 你的雪骨纜車跟這個 新大縣纜車你不做還沒做 應該這樣講說應該再執行下去難度很高 什麼什麼樣的難度很高 因為接下來纜車的部分它有三個要件 一個是土地的取得 一個是環評一二街另外一個投資的意願 前面的部分裡面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投資是今年的這個一月招商失敗 對吧 你招商到目前為止是幾次 一次 剛剛第一次你就要承認它失敗 但是都沒人來問 過來 環評你講到了環評 這個環保署是不是有跟你說 我們台中市可以自己這個成立環評委員 可以嗎 沒有 沒有來涵嗎 不過這個部分環評有環評的地方政府裡面 我們必須如果 你確定沒有嗎 您確定沒有嗎 我想這兩個纜車是地方很期待的 請不要再這個把林佳龍市長這個停工市長 又多了兩樣這個停工的這個建設 我覺得很奇怪 你難道這個台中市未來 你這個觀光局長你要拿什麼出去跟人家推銷台中市咧 跟議員報告環評 環評必須要取得那個所有的開發區裡面的這個土地的那個 這個我不管啊 你103年的時候到底是不是有說到環保署來函說 攬車的環評是可以有地方自主的 有我剛才那個那個部分我們 局長你回去這個想清楚啦 你回去查清楚啦 那我本期在這個地方是給您建議啦 不要什麼這個建設 只要改朝換代喔 就像剛剛這個大安的那個 那個剛剛劉士舟議員講的 這個媽祖園區 你也沒做了啦 這個攬車你也沒做了 請問一下觀光局未來你有什麼規劃跟計畫 那個大安馬祖跟議員報告 大安馬祖沒有時候不做 所以我們目前的所有的工程裡面還是繼續在執行啊 所以這個 那個是欠募的部分裡面 欠募的部分 人家有說他都做了嗎 人家不欠募了嗎 那個我們後面才會考慮說 後面要後續要怎麼做 這樣子 好 好謝謝局長您請坐 那我想再下來的時間 加上楊正宗議員 好謝謝 我們觀光局局長 剛才我們問到了 六億啊 六億 原來六億包括神像 包括馬祖像 那麼六億沒神像由民間自仇之後 這六億 我們是光做一個基座嗎 對 啊 你的資料是這樣子嗎 裡面有什麼規劃 增加了哪些項目 你怎麼還會說對 那表示你不認 你上任到現在不認真喔 原來的部分裡面 包括神像的部分是1.2億 後來市府裡面在開會的時候 因為說他留了兩次標 後來說因為是價錢 包括底價太低 所以變成是把1.2億的部分裡面 又轉回來到那個基座 涵蓋在基座裡面的那個建設裡面 基座建設增加了哪一些項目 增加了哪一些項目 包括裝修的工程等等 包括所有的周邊的那些設施等等 局長 你回去再把它好好看一下啦 你們根本就不仔細在看事情啦 這1.2億增加了哪一些 增加了一千人的旅客 旅客中心 增加了活動中心 原來 我們這基座沒鋪大理石的 我們把它現在鋪了大理石 都增加到這個上面去 怎麼會說只有一個基座 不是 你們應該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的市民 到底還有哪一些東西增加的 而不是你們這樣子 含糊籠統的 旅長 東森新聞啊 在4月15號的時候 有報個新聞 我們 中央政府 全力推展觀光 那麼有21輛的 雙層觀光巴士 有沒有 有沒有這件事 有 有 台中市分到幾輛 台中市分到幾輛 我了解的是只有申請一輛 一輛 那台北市幾輛 高雄幾輛 台北市8輛啦 高雄市12輛 那麼為什麼我們台中只有一輛 是你們不認真爭取嗎 我們王局長的事啊 王局長 王局長你來打 這個申請當時台中市值 自己就只申請一輛 為什麼只申請一輛 因為業者不願意申請 你台中是業者推展觀光 還是台中市政府要推展觀光 那一台車要業者 那一台車要一千五百萬啊 要業者也要付錢啊 那台中市政府呢 沒有那就是中央跟這個業者 兩個加起來 用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湊起來的 那這個錢 哪一家公司 現在這個是 台中客運 台中客運啊 台中客運 好 那麼這一輛車 雙城的巴士 你們有不有去考量 考量 路橋能不能過 那個還沒買啊 還沒買 還沒買啊 那你們都已經爭取一輛 那你們都已經爭取一輛 你們不去考量一下啊 不是啦 路線要怎麼走 這爭取那一輛嘛 啊爭取那一輛 業者要買啊 業者現在也在卻步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買歐洲車 它的那個寬度 跟現有的包準多了五公分啊 所以不能買歐洲車 只能買大陸車 你講的這個都是假的咯 一輛觀光巴士也是假的 空的 空談的 是不是 是不是空談 不是啊 我們現在交通部 對那台車的法規 還沒有鬆綁啊 所以你現在如果買歐洲車 會比現有的法規多五公分 他也不能驗車啊 所以只能買大陸的車 就符合法規 然後如果用這個 這個雙姐的這個公車 台中市又有很多的這種 這種天羅帝王啊 好啦 反正困難重重啦 困難重重 困難重重 一句話啦 困難重重 困難重重 請坐 都請坐 碰到事情都困難重重了 7月8號之後 我們 就要優化公車啦 我們 林市長 5月9號 在東森新聞 想說 未來的三 雙結巴士公司 雙結巴士 剩下三家營運 那麼我們的 快捷公司 怎麼辦 怎麼辦 局長 有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快捷 林市長講的喔 快捷巴士公司 公司 接下來要轉行為 大台中快捷公司 接下來 負責 捷運公司 跟我們的 i-bike 跟這一個市區的公車 這樣子啊 那這一個快捷巴士的 有這一個三十五名駕駛 這個駕駛你要如何安置 好 我們現在這三十五名駕駛呢 有不同的這個方式 因為現在也很多 客運公司想要挖腳 好 客運公司想要挖腳 是 挖腳哪裡 挖去另外三家 挖去另外三家 這樣子喔 那人家不願意去 人家願意到這個快捷巴士 你們怎麼辦 啊這個部分就進到我們另外一套的這個 這個輔導轉介的系統 我們希望你針對這三十五位 司機員 好好的去處理 是 現在有人在跟我投訴 是 人心惶惶嘛 七月份到底有沒有工作不知道 現在為什麼一連串的出錯 就是什麼 大家不安心嘛 工作不安定嘛 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就是不安心 所以說才會出錯 好 那另外BRT車站 這個機電標準備怎麼處理 機電標現在還沒有驗收 還沒驗收 要不要驗收 當然要驗收 你說這個機電標都不能用 我沒有說他不能用 好 那你未來要怎麼驗收 是 全部給錢呢 還是什麼 不是這個程序這樣嘛 他說他做完了叫報申報竣工 接下來中心工程會幫我們監照 監照寫一個報告 租驗完了沒有 他還沒 這個都還在中心工程跟林工程中間 王大局長 還沒有進到交通局 王大局長 是你們根本就不願意接收 我告訴你 我總質詢的時候 會把資料拿來給你看 他有申報 你們都簽了名 不是他有申報 都還他結果到了林通元 出院 都過了 出院都過了 而且都有簽名 你們不願意接 你們不願意接 才造成今天 你們今天故意擺爛這一些啊 行控中心 OK的 閘門也是OK的 報議員 閘門只能跟十八台車對話 那個是調整的問題啦 現在沒有調整啊 調整 對 滑電聯網怪車輛嘛 車輛怪滑電聯網啊 好 好 感謝楊振忠 羅永珍 張廖乃倫 蘇柏勳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曹國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請開始 感謝趙基倫 主席 林副市長 舉助首長 一二同仁 媒體記者好朋友 我感覺我們王機長齁 你今天算羅主啦 大家對你教意見 本席來請問你 總結發生鋼糧掉落事件 造成四死四三的殘跡 你在四月十三 你在總結 立憲公安事件專案報告中 坦承交通局未能及時發現屬屬 向羅蘭哲 家屬及台中市民急功道歉 在五月九日 太平又發生了 兩歲的男童被遮壯 交通耗置燈的螺絲 插腦 重傷不治 短短 在一個月的時間 造成 市民無人死亡 我感覺啦 都跟你交通局有關啦 你覺得慘不慘愧 交通局是不是羅斯松了 請機長說明一下 我先跟議員報告關於終結的這個事件 過去交通局對交通維持計畫的機查 密度上 實在是不夠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做了改進 所以現在我們加強了非常多 包括現在有二十幾個工地 都在進行我們都在做機查 這部分我們來改善 那第二部分這個太平 那那位小朋友的這個 這整個車禍的原因是因為酒駕 酒駕造成這個小朋友飛起來 那掉到地上以後 造成這個頭插到這個螺栓上面去 從那一天 那禮拜天我們就整個 開始進行全台中市 所有紅綠燈基座的檢查 因為過去這個紅綠燈基座的螺栓 並沒有相關的規定 管理它的長度跟保護措施的規定 我們我們在這段期間 已經查了三四百個入口 只要超過五公分的部分 我們都全部把它砍成 剩下兩公分 那後續就會加這一些保護套 那因為全台中市總共有五千零一個入口 總共有兩萬座的這個紅綠燈的動作 總共八萬多個這個螺栓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們現在在 都正在地毯室的做整個的清查 但是立即的危險的部分 我們就先把這個螺栓 突出來的部分先把它砍 那要清查多久才會清查完畢 因為這個量非常的大 我們盡可能在兩個禮拜內先把它清清楚 那保護套的部分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套得上去 但是有立即危險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這個高度先把它砍掉 那你就要趕快啊趕快清查 是 讓市民更安全 是 謝謝 對不對 因為造成傷亡對大交流不好 是 是不是 這是你們交通局的責任 是 那我再請問局長 終結發生鋼糧掉漏事件 相對啦 台北市長 柯文哲 第一時間就 表示台北市會負起全責 那我們 市長林佳龍 你覺得 他有沒有擔當 是 報告議員 這個我們 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們人 我跟林市長我們都在韓國 那我們就搭了最快的一班飛機 回到了台灣 我知道了 我們回到台灣以後 這個我要跟你解釋清楚 我們出了機場 我們出了機場 第一時間面對到媒體 市長就已經說他承擔責任 他也感到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抱歉 可是因為當天的這個 這個到機場的時候已經接近凌晨一點了 所以這一 這一個部分 後來我們就到這個 包括醫院去探視這些家屬 所以我想林市長 在第一時間 下了飛機 面對媒體的時候 就已經充分的表達 承擔所有的責任 那 後續三後處理的 進度怎樣 我們三後處理的部分 這個 死亡的這四位 其中的三位 因為另外一位是公投 算老闆 那老闆跟這個 他的這個上游的這個公司 遠洋公司 中當購之間 還有一些這個 必須釐清的部分 那另外三位的這個死者 包括兩位的工人 跟一位的這個 經過的這一位 女性的這個架實 這三位都已經和解了 賠償的金額都一千多萬 這一部分已經都完成了 調解的這個程序 我們法治局 對於全力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另外四位受傷的這個家屬 四位受傷的這個民眾 這個民眾呢 中當購跟這位 謝信公投之間 對於這四位民眾的這個 相關的醫療的費用 現在還沒有調解 還沒有調解成功 星期一 這個中當購提出來的這個金額 謝信的這公投也沒辦法接受 我聽到那個金額我也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逼 逼台北捷運 想辦法跟中安購講清楚 如果要繼續談這種金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不會同意 所以現在還沒有完善的這個部分 就是那一位謝信公投 跟另外四位受傷的這個民眾 他們後續的賠償金額 那另外三位的這個死亡的這個 這個賠償的這個和解 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市政府要繼續 繼續的幫忙 幫忙家屬 對 向台北市政府爭取他們 引流的全力 對 我就請問你 上天 我們柯市長有來跟我們台東市 市政府閉門協商嘛 對不對 那天協商之後 有什麼結果嗎 協商之後就是叫柯文做他們台北市政府 報告開動在庭下 上台東在庭下有時候要報告 他們市長答應一禮拜 就是到今天 就是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收到 到今天為止就對了 對 那跟柯文哲都有說 主要 如果我們台東市市議會 議員要求他 來做報告 他用著投票也要去 對 所以本市 在這裡強烈的要求 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來市議會 做專案報告 麻煩你 把資料 傳給台北市政府 可不可以 是 可以 叫他來報告一下 專案報告一下 讓我們 所有台東市議會 和市民了解說 他們做的專案報告 做到什麼 聽到 是 這拜託你 那一間 這個 本市 上年 就做好的 公車 公車廳 台灣貪主區 中山路和中心路口 上年十月做完工的 到現在沒有通電 晚上有晚上 人對面的公車廳 電會 晚上有電會 這邊的公車廳 晚上 那座公車 所有的鄉民 大家都 覺得很奇怪 經常跟理長問 誰對面的 有電會 我們這邊的沒有電會 同一個路 對面而已 不可以覺得我們市政府 辦事領域 你真的覺得差 這議員我跟議員報告 不是今天公車站 包括我們愛拜客的車站 台電的送電都很萬的 我也很不開心 所以這各位 台電 台電的黨署長 要來市政府 我也要表達 我們很多公車站都做好了 電就是沒辦法通 愛拜客的站也沒辦法通 他們就說他們拜工 他們有他們的拜法 所以他們拜有時候 把行政都要拒絕 各位 這我們的 七公二 要跟八公二 一個公車站 拜不到 對 我們如果電會一直把握 一直把握 不過他們當主席 這各位要來台中市 我們市政府都沒辦法 都拿他 拿台電沒折 台電 他中央的黨 他要排這樣 他的工 要排這樣 我們現在要把握 握 握 我叫速度更快 很沒道理 很沒道理 對 對嗎 人家八成去搶路 更快的時候 市政府去搶路 人家八成叫水電 水電人去搶 幾個月 怎麼下 我們七七八個月 到現在加一個公車 這我沒有在台電 他說民生的他們更快 公共的更萬用 我們市政府要強力 強力要求台電 好 要想一下 一段辦法 跟他們說的好事 對 不然常常 為了這 八成的觀感真的不好 我了解 對我們市政府 真的說我們的執行人 你為什麼這麼壞 對嗎 七八個月 沒有電費 對嗎 這局長這樣拜託你 是 請坐 我來請問我們地政局 我們張局長 你好 長長 是 現在我們台電市目前很多地方都在辦理地質重測 重測 對嗎 是 地質重測 對民眾有什麼好處 局長你如果說明一下 主要是因為以前日據時代老了來地質圖 有的都破損了 精度不足 所以我們辦重測的話 可以把這個精度弄準一點 避免地界的糾紛 好 現在重測 是 重測之後做成求分 要怎麼處理 我們要盡量協調 盡量協調 我們探主 探主 探主 区基因力 發生一個 土地 以地 地極土 發生以外的問題 造成防護 都在辦人的土地 百幾核 不是一兩核 百多核 這要怎麼改完 那是已經中測了嗎 中測了 中測了 中測了不敢公告 是 我先可能要檢查看 那些 大家都照顧了 我是看那些都市集合中心 專位的事實問題 可能再檢查一次 已經切幾十次了 已經進展的地主 已經去翻譯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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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人不敢 這裡都要求中切 都切過了 如果是一樣的議員 百幾核 教授要怎麼改完 這個真的是 有可能是 原來 土都都不對去 然後出去了之後 現在又中切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一定說土不對啊 對不對 沒有就是議員啊 第一黨啊 對不對 八成 沒有要聽你說這個 他們的管理尚順啊 他們的管理尚順啊 因為有很多地方 一直重出之後 都出問題 都出問題 所以現在 臺中港特定區 我們就是盡量 遷就現狀 盡量從現狀來 不要損及民眾的權益 來處理 那譚子這部分 我想我會再瞭解 看看有沒有其他 更好的處理方式 我現在就不敢公告了 不敢公告要怎麼 這個不敢公告 人 人 八成一直在問啊 問說 中切了怎麼 切了就不敢公告了 那就是沒辦法處理啊 你們如果公告下去他們就收工了嘛 是 你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是 對不對 這不是跟 相信不是跟他貪注發生而已 很多地方啦 很多地方啦 像 台中港特定區那裡 那裡有比較嚴重 是 已經重切了幾個 整個 全政府的時候重切到現在 重切之後再重切 都不敢公告 都結束了 你教長 你 你可能比較厲害 想我有什麼辦法 替這些八成解決 農車後 以後的問題 是 我會盡最大的努力 我也覺得 第一節不好 是 你如果是要講這句 是 四年後 你如果是要我講這句 我們盡量來想辦法 謝謝 這樣不是市政府的做法 改洪嗎 改怎麼樣 要做 那是要承擔 是 對不對 不是說 欸 我們再來想辦法 那 台中港特定區的想辦法 去台中 管政委員想到現在已經想 已經十年了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重新的計畫 訂設了 已經開始了 訂設了 訂設了 現在是開始剛才在訂設 一百零二年開始 有一個十年 都要做一次重切就對了 是是是 已經開始了 我重切了 你有想什麼辦法 問題就是重切的時候 盡量按照現況來做重切 不要再讓他 照著舊的土來做側 舊的土側的話 當然就好像一間牽一間都移位了 那如果糾紋啦 糾紋要盡量多少 那只是你在地級圖上 線畫是一點 問題是他侵占到我的 我侵占到別人的 要怎樣去解決啊 這我剛剛跟議員報告 我們盡量 遷就現狀來重測 就不會 就盡量不要讓他再發生 位於這種 互相侵占的情形 我希望是能夠做到這樣 那你如果是結論他們自己 地主自己去 尊重測到的 如果是自己去處理就對了 沒有沒有 我們切了的結果 希望是可以這樣 不要再比說 大家都好上親截到這樣 可以不要大家好上親截到 是是是 我希望可以切了的結果 可以這樣 沒有啊 在這土土這樣 你要怎麼 我以前的中心專位 重新公告過了嘛 所以我們依照新的中心 好 感謝 感謝賴曹副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何明傑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請開始 感謝主席 我們的鄧議員 林副市長 各位主管 議員當然 我們每天的朋友大家好 我看今天 我們的路主很忙 高中局長 我這樣我先問一下 別人 副市長你覺得 今天我們的局長表現如何 我發現那個市政府的團隊 對個人的業務都蠻了解的 但是跟今天的三位局長 我講的不是三位局長 就像譬如講 剛剛的那個 謝議員提到那個 五分局做筆錄 對 那個事情 結果沒有通 結果交通局 這邊不知道 我這邊也不知道 這個事情 剛剛已經澄清了 他們 警察局是有通報了 沒關係 我現在說 所以這個我們是 內部的問題 我們值得在做檢討 所以你覺得局長 這些局長 對職務都蠻了 但是 對議員 要了解的事情 有很多 沒有掌握住 沒有掌握住 好來 你聽聽聽 我請到各位局長 我請問 你覺得 你的局長表現如何 也好 我覺得我的局長都不錯 不錯 你請坐 那王局長 我看大家都問你 沒有問你的局長 我們局長 我們做優秀的 所以 主要都幫我傳到很多 好來 那我們的 陳局長 你覺得 不錯 好來 請坐 我有想問這個問題 我像副市長 剛才說的 開始 我們副市長 還是很有經驗 我今天 來這裡 聽了幾天 在這順 我覺得 當然 每一個庫隊 我相信 大家會做到肯定 相當 都 有了解自己的業務 但是 對議會 當然 要問的問題 很多 都在狀況外 我看 我做第四個議員 我的議員 像今天 拜二十位 要來 業務諮詢 一般也都二十位 來 接著幾兩三個來 今年有超過一半 會出現在議會 為什麼 代表 這個 諮詢很踴躍 很踴躍 那為什麼 執行很踴躍 就大家問題很多 問題很多 這就真的 我覺得個局 就有這個問題 我請教各位 個局 在昨天 有打電話 給今天要質詢的議員 跟問說 有什麼要支架嗎 還是跟問說 有需要提供資料嗎 有嗎 有的去手 科長有打的 局長有打的 副市長 都沒有啦 你這個也沒關係啦 沒有跟就位 當然 我不是說這是必須 你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像剛才那個 王主長 我看人家問什麼 他都知道 還是問哪個局長 還是問局長 知道的都沒關係 但是我認為 我是做民進黨團感受 我覺得 你們很緊張 我看過來議會 在諮詢 這麼人踴躍 只有一個業務諮詢 來議會議員 可以過半 這麼踴躍 來代表 大家對你們 真的特別有意見 我說這樣 副市長 你有認同嗎 你繼續說 這是一個現象 你看要改變嗎 這要改進嗎 等這個 結束以後 我們會做這個 我已經跟市長講了 我來了第一天以後 我就覺得有這種現象 例如講 我副市長 跟他們三位局長 來 事實上 昨天我就叫我們的聯絡人 王參議員 王參議員 王參榜 要他就跟 這幾個議員 去了解 今天的狀況 這是基本的 像這個王參議員 但是他也就是 他真的也很盡責 但是這種 我想是 力量 以後會改進 副市長 這代表 我說 你說你來行 你做過 部長 你來一天 你就知道 我們的團隊 個人的業務沒有問題 但是對這個議事 的抗 我是覺得我們真的 有待加強 包括我自己 今天 我在看議會 當時 在跟你們 當時 我跟他們說的問題 都是地方 民眾 地方百姓的需要 我們如果沒辦法強勇 沒辦法了解 現在議員說的 問題在哪裡 我們沒有辦法答覆 我覺得 這個問題 沒有時間 再等 我希望 從現在開始 就要改變這個問題 說一個 抱歉 如果 比較熟 他可以 請到議員 說 馬仔 不知道要問什麼 如果比較不熟 府會聯絡員 可以問 企劃可以 也可以問 不知道有什麼 要問什麼 要提供資料嗎 我們這樣才能夠 掌握到 我們議員同仁 在地方上 服務 遇到的困難 遇到 民眾的需求 啊 我們的局長 口長直接回答 沒辦法知道 人要問什麼 竟然可以 一個業務諮詢 今天有二十位議員 排到業務諮詢 財政 沒有主委 局長 沒有主委 主管 有請到議員 有什麼要提供資料 有沒有 有什麼要先解決 我覺得這 我們市政府要深切的檢討 啦 真的要檢討 不然大家 這麼踴躍 我們不可以先 把問題做 好 像我們的董事 也會說啊 我們這個 現在 執政黨的黨團 說要出事 也不好意思 說要給人 還沒人先問 還是要給人 我覺得真的要回去檢討這件事情 啊 如果說到不可以聽 齁 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想害誰啦 我也讓你們害得對 我們董事會跟我抱怨啊 啊 你如果沒有掌握 有人問負市長 負市長不知道 那是不是個長 你們在害負市長 啊 各位口庁大家都有經驗的 應該也可以在局裡面 先跟局長報告吧 我現在來來來請教啦 齁 各個局你們 沒有先問一下 你們怎麼準備咨詢 來 第三局長 你怎麼準備 呃 其實剛剛 那一座您剛剛講的是 昨天有沒有打電話 我們昨天當然是沒有 可是其實之前 之前都有 之前拜會的時候其實有 那您說我怎麼準備的 我是在前一天 我們有整個針對 哪一天議員順序 我們有類似沙盤推演 沒有你靠他 所以大家基本上 你們拜訪的時間 就應該大家都跟你們提過 有什麼問題嘛 啊有的有路面諮詢 那代表他的重點嘛 對不對 啊有的有什麼 已經什麼提案 那就是這個會期是要做的嘛 是 啊我現在講的 啊大家就知道說 重點在這裡嘛 是吧 業務諮詢 這個 有書面諮詢的 要準備一下 有提案的 要準備一下 平常拜訪要準備一下嘛 但是我 我問你 拜訪的時候已經有一段時間啦 是 我會希望說 能夠掌握精確一點 要搞這兩天 要再問一下 來 謝謝 來王區長你怎麼準備 準備的方式交議員 跟我說的差不多 因為我們有 準備這個 這 這 考前猜題啦 每一個議員 會問什麼 你這個高雄很久 我說你有採前考前猜題 我一個 我的科長說 喔 如果議員問的 沒有在這裡 你回來就有事情了 所以 沒辦法大家幫你問你都知道 沒有啦 第二就是準備這個百萬大學堂 這個 台中期 所有的相關的統計資料 交通有關的 所以 這是基本的 這是基本的 對 那 一些就是議員 在這裡 這兩國未來 所有來索取過的資料 喔 就全部建黨 喔 來你這個標準 用這個方式 來 陳局長 跟議員報告 我們大概會依照我們 觀光旅遊局的全館的部分裡面 比較屬於大項的部分裡面的 有一些政策性的部分裡面 大概每一項都會去做 一些政策上的了解 還有執行的狀況 另外一個才是說 地方的 地方的 到涉及到地方裡面的 工程的部分裡面 跟休閒執行車道有關係的 那個案是什麼 大概會這樣子 這樣我就知道齁 其實我相信 不要說在座三位局長 各位局長 包括每個局長 來這裡北巡 我相信大家都會準備 其實我在這裡還有要求 我們準備不好 座三位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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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準備不好 人家集合問副市長 如果都問不出結果 問不出結果 那就是什麼問題 市長管理不好 所以我覺得齁 這個 不要害來害去 大家都很有經驗 不要做一種 拆交的事情 該準備的資料 準備好 該詢問的 首先 請教一下 有沒有提供資料的 我相信說齁 我們的議員當然是 為了要讓我們地方 不是要跟你問我道 問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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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道也沒有解答 是要把問題解決 齁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要用一個心理 別說大家想說齁 不好意思 都讓人做路主 其他沒什麼事情 每個局都要準備 我們準備好 不怕人家問 那副市長這個來行 如果有所謂的 他就知道要怎麼回答 齁 齁 我先存五分鐘 齁 我國局出一個題目 大家用書面答覆給我 不然也回答不完齁 齁 我先請觀光局齁齁 我知道這一間觀光局 些有相一樣的 大概六個局組合齁齁 每個局都可以準備 做一個亮點齁齁 但是 跟 recorded錢 為此 我不知道群區 尤其太平台區 會有什麼亮點 那這個部分齁 請公 junk局齁齁 區議長書面答覆給我 愈真 worthy 愈好 zoals包括其他 match 個總統的壓力 都知道是什麼 做一次 我們的地政局齁 區議長我要求 現在我們的市長最主動要求我們地政局提出這個工業區的備選土地的資料 我知道你們第一階段提出了三十幾個 然後你們有篩選過之後好像剩下五個還七個 這有比較少啦 有篩選過一些條件 我說的就是不管哪一個階段 把目前為止你們能夠提出來 不管是拿到副市長去採訪 還是拿到市長去了解 不管哪一個階段都把這些資料提出來 就是工業區的備選用地 來 資料好看 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我這裡有一個民眾陳情 其實有關這個太平區新浮路有個統聯停車場 民眾之前很久了 像都沒用 所以之前四十個我這裡 這個工作連名這裡給你們 我希望說這些事情 請你們書面回覆啦 因為時間也不夠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像我剛才說的 國教要準備 這個質詢 我因為看到說今天 我們六十二位議員 白七十位要來質詢 結果有超過一半來 這個現象不太尋常 代表大家意見很多 意見很多不是不太難 是我們有折騰到嗎 議員問下你們會解決嗎 不要說問下什麼都不知道 只能找一些理由 來堂塞 我覺得這樣子會有損我們市府團隊的士氣跟效率 在這裡也說 府市長聽 因為國教可以處理自己的事 府市長回去可以 邀請 所有今天 國教是一樣 我們掌握到各議員的質詢 就是掌握到地方民眾的心聲 是不是府團隊的事 請你解決一下 你講一下 一定要解決嘛 對吧 沒有錯 這個六十二位議員是來自台中市的 兩千兩百平方公尺 這個公里 這樣整個的面積 的每一位台中市市民 從選出來的 所以各地方 因為有六十二位議員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 各個地區各個角落的民眾的聲音 那能在議會裡面提出來 讓我們有一個施政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感謝有 有這個 所以現在等於 要建議其他的黨員是不是 要準備做到充分的準備 要掌握到議員同仁的心聲 這是要請 你的科學要把市長報告一下 我等於要報告 好 我們把這個地區做得更好 以上我的質順在這裡 希望各個黨員 在這個 合部質順 包括未來總質順 包括議選 這個 水明 都應該 更加掌握地方民眾的心聲 跟議員的這個問政 以上質詢 好 感謝何明傑議員 感謝我們市府同仁 還有我們媒體先進門 還有我們市議會的同仁 今天辛苦了 今天的質詢就到這裡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 謝謝 可以 你要追查當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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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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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